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将程序分解为独立的继承体系的各个部件 快类似于几程序的功能 但类似更多 功能更强大 在工业控制中 程序往往是非常庞大和复杂的 采用快的概念 便于大规模的程序设置和理解 也可以设计标准化的快程序 进行重复调用 在S7-1200中 基持以下类型的代码块 使用它们可以创建有效的用户程序结构 主机代码块 OB 功能 FC 功能块 FB 数据块 DB 在程序中 当一个代码块调用另一个代码块时 CPU会执行被调用快中的程序代码 执行完后 CPU会继续执行调用快 也可以进行千套调用 实现更加模块化的结构 主机块 OB 是由操作系统调用的程序块 OB 对CPU中的特定事件做出响应 并可中断用户程序的机型 循环进行用户的程序的默认组织块 为 OB 是唯一一个用户必须的代码块 为用户程序提供了基本结构 而其他 OB 块进行的特定的功能 例如 处理启动任务 处理中断和错误 和特定的时间间隔 执行特定程序代码等 CPU根据分配给各个 OB 块的优先等值 来确定中断事件的处理顺序 每个事件都具有一个特定的处理优先级 多个中断事件可合并为优先等级 功能块 FB 是从另一个代码块 例如 OB 块 FB 块 或 FC 进行调用时机型的几程序 调用块将参数传递到 FB 并标识背景数据块 分配给 FB 块的背景数据块 可以存储特定的调用数据 或者该 FB 块背景 更改背景数据块 可以很方便地实现 使用一个通用 FB 块 控制一组设备的运行 例如 借助包含每个电机或者阀门的 特定运行参数的不同背景数据块 一个 FB 块可以控制多个电机或者阀门 背景数据块会保存该 FB 块 在不同调用或者连续调用期间的时 以便支持异步通信 功能 F C 是从另一个代码块 例如 OB 块 FB 块 或 F C 进行调用时机型的几程序 F C 不具备有背景数据块 调用块将参数传递给 F C 如果用户程序的其他元素需要 使用 F C 的输出值 则必须将这些值写入 存储器地址或存局数据块中 在用户程序中创建数据块 以存储代码块的数据 存储数据块中的数据 用户程序中的所有程序都可以访问 因此也称为共享数据块 而背景数据块仅用于 存储特定的功能块 FB 的数据 可以将数据块定义为当前指读 以上是我们介绍 A7-100 的程序结构 有用户程序内容 在用户程序 sel的可抵触 请继续点击 不及击 220 下縷程序 唯一 要用户程序